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大选深娃娃节目 在202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 唐纳德、特朗普以压倒性的普选票和选举人团胜利 成功逆转了他的民主党对手卡玛拉、哈里斯 让许多国际观察者感到困惑和震惊 特朗普在少数族裔中的支持率显著上升 特别是在黑人和拉丁裔选民中 他的支持率分别从8%和35%提升至16%和42% 而年轻男性选民的支持也大幅增加 年龄在18至29岁之间的男性中 特朗普以13个百分点的优势战胜哈里斯 这场选举的核心议题围绕着通胀和移民问题 许多选民将生活成本的上升归咎于哈里斯和拜登政府 这使得特朗普的经济议题更具吸引力 尽管哈里斯在女性和高收入者中获得了一定支持 但她未能维持拜登在2020年所获得的民主党选民联盟的支持水平 此外 哈里斯在黑人和拉丁裔选民中的支持率低于拜登 这也是她败选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哈里斯的败选演讲中 她展现了支持者们的情感风暴 尽管不如预期 但她仍呼吁未来更多女性和有色人种为自己的权益而奋斗 传递出希望的信息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2025年1月 唐纳德、特朗普将再次走进椭圆形办公室 成为美国总统 这一结果毫无悬念地惊醒了全世界 也让许多观察者困惑不已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AP 报道称 特朗普不仅在选举人团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还成功夺得普选票 当地时间周三晚上 他的的票数超过7200万 而他的民主党对手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的票数则不到6800万 这一现象如同2016年特朗普首次赢得总统大选时一样 令众多欧洲人费解 德国的一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烈讨论 许多德国人表达了他们的悲伤、恐惧和失望 我们无法理解美国人为何会如此投票 这是许多欧洲人心中的不解 然而 世界的另一端 印度总理莫迪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却对这位美国总统的回归感到振奋不已 这次选举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特朗普在不同选民群体中的表现 美国大学荣誉教授W Joseph Campbell指出 特朗普的选民联盟更加多元化且强大 他在黑人和拉丁异选民中的支持率显著攀升 这对于共和党候选人来说是罕见的 在2024年的选举中 特朗普在黑人选民中的支持率从2016年的8%上升到16% 而在拉丁异选民中的支持率则从35%上升到42% 不仅如此 特朗普也成功吸引了年轻男性选民 据统计 45%的18至44岁男性选民支持特朗普 而在18至29岁的男性选民中 他更是以13个百分点的优势战胜哈里斯 政治学家米歇尔 伊根指出 特朗普善于利用社交媒体触及年轻选民 而哈里斯强调的堕胎权问题却未能引起他们的共鸣 The Globe and Mail报道中指出 哈里斯在黑人和拉丁异选民中的支持率较四年前拜登的水平下降了7到8个百分点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员罗德里哥、多明哥斯、维利加斯认为 这一变化背后是经济压力和工人阶级重新对齐的共同作用 回顾此次选举 经济问题是所有选民心中的焦点 维吉尼亚大学政治中心的分析是这 Miles Coleman表示 许多美国人对于在拜登和哈里斯的执政下 生活成本的上升感到忧心忡忡 伊根教授强调 选民的投票行为往往与他们的经济状况息息相关 特朗普的胜利反映了选民对经济问题的深切关注 也显示出选民对现任政府的经济政策投下反对票 Associated Press记录了哈里斯在败选后 在华盛顿霍华德大学校园的演讲 他的支持者们在失望和伤感中举起了拳头 表达团结 他的支持者大多是有色人种女性 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沉重的心情 纷纷用手机记录这一历史性时刻 哈里斯在演讲中传达了坚定的信念 虽然此次败选 但他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女性和有色人种 在政治舞台上发光发热 特朗普的胜利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 来自中等收入群体的支持 年轻男性的兄弟投票 以及他在农村和郊区选民中的强大号召力 The Globe and Mail报导称 特朗普的支持者往往支持彻底的颠覆 这种对变革的渴望成为了他成功的推动力之一 这场选举是对美国民意的又一次深刻考验 他揭示了美国社会的割裂和选民对于现状的不满 也反映出美国选民对经济问题的高度关注 未来的政治格局将会如何发展 世界将拭目以待 哈里斯的败选虽然让他的支持者感到失望 但他的演讲为未来的战斗注入了新的活力 为那些在政治路上奋斗的人们点燃了希望的火焰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特朗普在2025年再次当选 正表明了他在美国选民中持续的影响力 即便是在欧洲人看来这似乎不可思议 可别忘了 特朗普的成功在于他这深谙选民心里 能够抓住他们最关心的经济问题 正如拿破仑所说 掌控经济的人便掌控了一切 哎呀 楚天书 这样说可不太厚道 特朗普的当选反映了美国选民的短视 专注于眼前的经济问题 而不是长远的民主价值 看看哈里斯的堕胎权议题 这可不仅是为了现在 而是为了未来 选民们就像是忘记了 罗密欧与朱利叶中的教训 为短暂的激情付出了长久的代价 谢琪琪 你的观点有趣 但忽略了现实 选民关心的是 他们的钱包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大多数美国人面对高通胀 自然对现任政府失望 特朗普利用这一点成功上尾 正如古罗马的凯撒一样 他知道如何利用大众的不满 来巩固自己的权利 哈哈 古罗马的凯撒 特朗普这次的胜利 更像是一场现代版的罗马竞技 满是喧哗与华丽 却缺乏实质的内容 选民们被那些华丽的承诺吸引 而忽略了真正的问题 民主的价值 就像托马斯 杰斐逊所说 民主不是牛奶 你不能坐等别人 为你送上门来 谢其器 说到民主 特朗普的支持者会告诉你 他们正是为了民主而选择他 多数人感到 政府过于强势 寻求一个能代表 他们利益的领导者 特朗普如同梅林一样 让选民相信 魔法可以改变现状 满足他们的需求 这就是魏石魔 他能获得这么多支持 哦 梅林的魔法 特朗普的魔法 更像是巫师的戏法 转移了人们 对真正挑战的注意力 它像是一个忽悠人的 世纪贪贩 卖着不切实际的梦想 选民们在一时的热情中迷失 就像那些愚蠢的 哈利 波特角色 追逐着虚幻的魔法时 而忽略了真实的危机与挑战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 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写齐齐的辩论 展现了对特朗普 再次当选的不同视角 两位辩手都使用了 生动的历史和文学比喻 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但这场辩论的深度 与广度却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 楚天书的立场 强调了特朗普 对经济问题的重视 并认为这是他能够 再次当选的主要原因 他引用拿破仑的名言 展示了他对掌握经济的认识 这无疑是抓住了选民的核心利益 然而他的论点过于单一 未能充分考虑到民主制度的脆弱性 和选民对未来价值的追求 楚天书乎是了选民的道德责任 似乎将选责简化为经济利益的考量 而缺乏对更深层次问题的反思 谢琪琪则以更为全面的视角 回应楚天书 强调民主价值的重要性 并指出选民的短视行为 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他运用罗密欧与朱利叶的例子 形象地表达了 他对人们追求短期利益的批判 谢琪琪的论点 更加关注社会的长远发展 但他的表达某些时候 显得有些偏激 譬如将选民比喻为愚蠢的 哈利·波特角色 这样的比拟 可能会使部分观众产生反感 总体来看 两位变手在辩论过程中 都展现了自身的思考 但同时也暴露了各自论点的不足 楚天书的经济导向虽然现实 但过于简化了选民行为的复杂性 而谢琪琪虽然强调了民主价值 却未能有效说服对方的支持者 且言辞有时过于尖锐 可能让辩论偏离理性讨论的轨道 在这场辩论中 我认为硬更强调理性对话 尤其是在探讨如此重要的政治议题时 民主与经济并非对立 而是相辅相成的 未来的辩论中 希望两位能扩展自己的观点 寻求共同点 这样才能更深入地探讨 特朗普再次当选的背后原因 以及这对美国社会的真正影响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